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议员候选人 五号五号五号 黄宛如 黄宛如从小生长在军人的家庭里面 对于我的人格特质 不寻师舞弊 不投机取巧 这是我的人格特质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有一些政府需要改善的 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在此跟各位报告 第一就是我们老旧的社区 需要独更在着一些闲置的土地 也不能让它放会在那里 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 然后来让我们的市区 然后让我们的土地 能够有效的利用 让我们的市区会更美好 让我们的桃園能够更发达 目前是我们桃圆的交通黑暗期 我们可以更努力的推动 我们的交通运具 我们可以共享运具 比如说我们的U-bike 提升到2.0 以及我们的U-moto 这些都是可以推动的 我们的棕色捷运的计划 能够快快的能够定案 还有我们的绿色捷运 希望能够快快的完成 另外我们要鼓励年轻人生育 要补摄脱因中心 而且义务教育要往下 要向下延伸一年 减轻年轻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 再者我们对于青年的就业 我们更要辅导 不论是在创业或者是就业方向 对于我们中高龄的就业 我们更应该要积极地 让他们能够重回职场 针对我们桃园市民的医疗资源 我们更应该要催生 桃园市立医院的成立 让我们不再受医疗资源短缺 受病痛之苦 能够有充分的医疗资源 做后援 做保障 这么多年来 宛如在议会的表现 不论是地方建设的争取 民生问题的解决 以及一些需要改善的问题 宛如都竭尽心力的处理 跟争取五号五号桃园如 在此拜托大家 祝大家 五福临门 五世齐昌 五路财神 跟着您 五号五号桃园如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或讨议会 贤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